耶和华神对耶和华神说 从今天开始我要使你在以色列人面前被尊大 被尊荣 被看为大 然后他说 大家就会知道我以前怎么样跟摩西同在 现在我同样与你同在 我觉得这节经文其实是对耶稣亚一个很大的鼓励 因为耶稣亚一定有很大的压力 他之前有一个属灵的强人叫摩西 那个属灵的强人成为领袖带领百姓四十年的时间 而他呢在旁边是一个跟班的 现在换他突然站在那个位置上的时候 一定有很多人拿他去跟摩西比较 以前摩西是怎样 现在约苏亚是怎样 以前摩西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 你现在 那个一定给他很大的压力 我在预备今天这一集短短的分享的时候 我里面有一个感动 我们中间有许多的人 你也正在面对这样的压力 就是别人拿你去比较 活在比较里面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那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但是因为活在比较里 很多的时候人就会想要力争上游 我要有更好的表现 我要更努力 我要更聪明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在约苏亚的身上 他被尊大不是因为他的努力 不是因为他的能力 不是因为他的聪明 不是 都不是那些 只是因为他走在上帝的拣选里面 当他顺服上帝要他做的事 他认真的去做 神就尊容他 我的弟兄我的姊妹 我觉得神也在对你说 不是靠你自己力争上游 去拼出一片天来 世界上的人都是这样 但是在属灵里面不是这样 在属灵里面 神会尊容你 如果你顺服 顺服神把你摆在哪一个位置上 顺服这一天 神对你心中所说的话 圣灵有什么样的感动 你一顺服 我奉主的名祝福你 上帝会尊容你 在你所在的位置上 有一个极大的尊容 在你的生命当中 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 主要我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从人跟人的 那个比较里面出来 不是在用更多的方法 去争得一席之地 不是用更多的方法 把别人给比下去 而是更深的顺服 你给我们的呼召 指引 站在你给我们的位置上 尽我们所能的做 你要我们所做的事 我奉主的名 祝福我的弟兄姊妹 当他们降服在上帝的 权柄之下的时候 上帝求你尊容他们 那个尊容不是从人的 努力而来的 那个尊容是从上帝的 祝福而来的 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的名求 阿们 今天这一天 一起来操练这件事 试试看 神的话这样说 是不是真的这样成就 你顺服在上帝 给你的呼召 和要你所做的事上 看看上帝怎么样尊容你 上帝与你同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